而在乡镇市待会的部分 简安乡待会第21届第8次的定期大会开议 首先是由乡长游淑珍进行实证报告 而游淑珍就表示 过去4年在公所团队努力 以及乡亲的全力配合之下 简安乡在许多面向都拿到了评比优胜 实证也都受到乡亲的肯定 未来还有很多的建设要继续的铺陈 游淑珍也期盼代表会能够继续的支持 让简安乡的建设更加完善 简安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开议 首先由乡长游淑珍进行实证报告 游淑珍表示 过去4年在公所团队努力 还有乡亲全力配合下 简安乡在许多面向都拿到评比优胜 实证也受到乡亲的高度肯定 捷径家园第一名 让乡亲幸福捷径有感 防汛跟计划就在准备第一 100分都在呈现的保障 乡亲居住生命财产 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让我们阅读力提升全国第一 也代表提升整个乡城的质感 还有乡亲阅读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要件的优化 也让我们荣获了分类资源垃圾 减量的这样的全国奖 希望吉安是一个乐火私信的优越城市 在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 也荣获了双冠军 让我们吉安乡跟社区发展协会 多元共构协力 创造乡亲 私信乐火 最好移居的吉安乡 刘淑珍表示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率先推行全国第一的智慧门牌 以及还有很多建设要继续延续铺城 游淑珍期盼代表会能够继续支持 让吉安的建设更加完善 智慧相成资讯的繁荣 所以我们吉安要做一个智慧门牌 成为全国第一 在门牌上QR Code 可以进入吉安的美食 文化观光 还有所有的族群内容 以及建设的反应到位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突飞猛进 都必须要仰赖代表会持续给予支持 还有监督 让我们吉安的建设成为花联第一 世信移居最棒 吉安下面代表会 接下来要进行乡镇总执行 还有预算审查及提案审议 也为第21届的吉安代表会画下圆满据点 这里会吉安相报导